Sabrusa这个品牌建立已经四年了 那在最初的时候呢 我是感觉 我在市面上很难找到 能够和人和个体 产生很强的共鸣的珠宝 所以建立这个品牌 我的初衷就是 想要做一些珠宝 让它是直击人心的 在设计过程中 我们一般会画大量的手稿 这个手稿先是确定一个大方向 在之中我们再选取一些感觉的图 再把它进行细化 我认为好的设计 它不是凭空而来的 不是拍拍脑门 画张图出来 就是好的设计 好的设计由两样事情所支撑 一样事情是它的图形 它的灵感来源的历史 它的文化背景 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比例是否精准 是否符合自然审美 这是好的设计的两大重要标准 一个方面是我们所有的珠宝 它的设计理念都来源于符号学 密码 古文字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用的所有的材质 都是天然硅宝的材质 我们用贵金属 镶嵌贵宝石 天然宝石 以确保我们的饰品 在佩戴的过程中 不会让你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也不会在佩戴过程中 有严重的掉色 变性等不太好的一个体验 我希望每一件东西 都是能做到传家宝这个程度 就是你不光自己佩戴 你也可以传给自己的孩子们 一代又一代的去紧紧陪戴 所以在这支中 珠宝的设计含义就更重要了 我不希望只做一个 仅仅是漂亮的珠宝 我希望这个珠宝背后 有它的原因 所以我把珠宝和符号学 结合在一起 是希望别人在看到 这件珠宝的时候 你隐隐地会感觉到 这个珠宝想要说什么 那这就是萨布罗萨的意义